各位网友各位同胞 大家好我是老编达 欢迎来到咪路阵线 那么这两天老编恢复得不错 这个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确实现在这个外面 毒气各方面也是蛮多的 希望各位还是保持戴好口罩 这样的这种习惯 为什么呢 因为春季万物复苏 很多这个毒特别多 而且你看你过去疫情三年 你戴的口罩是不是感冒也少了 对啊 这就是尤其在公众场合 很多很多人这个乱七八糟的 会给你传来一些 杂七杂八的一些毛病 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护 那么最近我们继续说 这个国际关系以及中美关系 以及这个美国跟乌克兰 俄罗斯之间的 这个围绕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事情 那么看看他们西方的这些学者 是怎么样去解读这个事情的 看看他们这个脑袋里装了些什么东西 那么再说之前呢 老兵想要先介绍一起命案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都跟大家一而再而三的说过 我说起码要出国 起码等到今年下半年 因为现在啊 你看这次武艺 很多的商家吃相很难看 要恨不得一口吃一个大胖子 把这次三年疫情的损失 通过这个武艺 一次性给他弄回来 这次武艺 消费 国内市场非常火爆 打击的那些天天唱衰中国 说中国要完蛋了 明天中国就要塌了 这样的一种言论 对不对 只能说这样讲说 现在赚的钱没以前那么多了 这个是事实 因为美国要跟中国打新冷战 逆全球化 关系很紧张 全球变成一滩死水 没有新的水补进去 那就是一滩死水 一滩死水 那蚊子就要在这里面下卵 就要产生小蚊子 所以问题就开始会出来了 所以说 只能说我过去 我赚不了那么多的钱 但不意味着说 我的收入就会怎么怎么样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再加上很多人大病一场之后 对人生也通透了 该吃吃 该喝喝 这也是老病的生活态度 该吃吃 该喝喝 对吧 人生苦短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 就是中国人呢 就是太存钱也不好 像他们那种西方人天天月光 那也是不行的 该消费 该享受 到来人生来走一遭 还是必要的 那么国内 很多的商家 要一口吃个大胖子 那海外也一样的 尤其是东南亚 而且东南亚这三年疫情 很多人失业 很多人完蛋 很多人缺钱 那中国人 富裕的中国人 拥有存款的中国人 就成为了他们的 移动的ATM机 所以我说过 你看 中国籍情侣赤身 命丧巴厘岛酒店 男死者称满身鲜血走廊 爬行20分钟 印尼巴厘岛发生一宗命案 当地媒体报道 一对来自中国的情侣 周一 早被发现全身赤裸 死于酒店 闭路电视 曾拍摄到男性死者 满身鲜血在酒店里 走廊里 爬行20分钟的画面 中国驻巴厘岛 总领事 驻登巴萨总领事馆 易正事 男命死者 唯一中国公民 但无法透露其他细节 另外 当地警方目前 正在调查这些案件 二能分别是来自于 广西和江西 是一对情侣 是一对情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在海外 虽然中国总领馆没有透露 但是我们一定很清楚 他们在当地 又没有什么人脉关系的 对不对 那这就是什么 谋财害命 谋财害命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中国人在海外 现在并不安全 尤其是跟西方关系 高度紧张 他们这些坏蛋 会利用这种 当地的这种治安 来对付中国人 来阻碍你的能源 正常往来 所以说 这个 我说过 很危险 要想出境 尤其到东南亚这种地方去的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因为你是移动的ATM机 即使你没兜里没钱 它要榨干你 所有的价值 你的家里的存款 全部给你打过来 好了 他们会放人吗 不会放人 不会放人的 那可真是大死大悲了 不会放人 把你腰子给你嘎了 要么就把你杀掉 谋财害命 可见各位 你看看 你这个在里面 我们可以举例子 说不定这种事情 就是把他们给绑架了 问他妈中国父母 来要钱 哪个二三双 人民币过来 可能钱打了 或者什么 马上就把你干掉 现在他们的绑架 不是说藏在什么 像以前张子强 绑架李嘉诚儿子 绑架他妈的 这个 郭氏兄兄弟 那样子 藏在一个什么 偏远的那个地方 现在就是名目张胆 露一票 试一票 在他们酒店里 直接把你给绑了 直接就为你家里能要钱 不给干掉他 对不对 你中国人存款数量增高 这些新闻 都会成为他们 这些 兴术不正的 不法分子的 盘中餐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出去嘚瑟 到时候 对吧 把你他妈的 直接就是 引来血光之灾 血光之灾 所以说 出国干嘛 一定要谨慎 谨慎行事 现在 所以老兵 再三跟各位讲 那不要有什么 倖存者偏差 你怎么能够 肯定下一个 被干掉的不是你吗 等这些 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 这个治理好 没有什么弄好 一定要注意 这背后 还有美国人在这个背后 搞破坏呢 所以 我跟各位说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最重要的 其他国际关系 政治上的事情 那个 是 对于你生活的 必须来讲 是可有可无的 对吧 是很多人 有兴趣 爱好 和关注 这一块 不会关注 但是这个 人身安全 生命安全 这个才是第一位的 好吧 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这个 多注意 然后再加上什么 抗中 再升级 美国民主党 推 中国竞争 法案 2.0 美国参议院 民主党议员 再推新法 希望进一步 限制中国 获取科技的能力 这将阻止 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他们能成功吗 美国参议院 民主党 团 周三 宣布了一项 重大提案 希望限制投资 和最先进技术 流向中国 阻止对台湾 能够起来威胁 来对抗中国 日益增长的 全球影响力 法院的报道 这项法案 由美国参议院 民主党领袖 舒默 及11名 议员主导 他们在新闻会上 阐说这项 接待应对 未来来自中国的 竞争的计划 美国总统 拜登去年 签署 芯片法案 接待强化 美国的科技 产业竞争力 为微芯片制造的 科学研究 提供了520亿美元的 新补贴 而正对这次 抗中法案 舒默将其定义为 一场遏制中国的 划时代斗争 舒默说 中国政府寻求 主导21世纪的过程中 并没有限制自己 如果我们在美国 吃老本 我们可能会让 中共打败我们的 这将对我们 民主世界 造成严重后果 舒默表示 美国不能把领导权 让给反对民主 和个人自由的政府 我们不能让 威权主义 在21世纪做主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种事情 对抗加剧 美国 是毫无底线的 美国人做事情 是毫无底线的 那就是说 不仅仅在这种 这只是民的层面 我对你科技为独 技术铁木 但是在 还有在全球治安的领域呢 针对煽动 针对中国人的暴力犯罪 尤其台湾人 在东南亚和非洲 这些地方 为什么你看 经常有时候会 中国大陆人 被干掉 很多都是台湾人 在当地煽动的 所以我说过 大陆别一天到晚的 就什么台湾 两岸一家庭 什么同胞 不同胞的 这个是官方政治宣传 没办法 毕竟是要统一的 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我们自己 作为老百姓 那官方不会来提醒你 我们作为老百姓 我们就要知道 有些东西是 宏观的 但微观层面上来讲 我们具体到 我们个人的层面上来讲 我们要多个心眼 我们要 时刻要提防着点 不会有 有错 还有一个大家要知道 做什么事 别太惹人眼了 有的网友之前问了 刺激下问我一个 也有的这个 网友不是前两天 老病说了些车吗 有的网友说 老病 你为什么不买保时捷的车 以前你开大奔的 你为什么要把大奔卖掉 而换一个 就是 很能被人看不起的 一个奥迪车 我说这就对了 为什么 老病 年纪轻轻 我已经过了那一种 要展示自己 显示自己的那种时候了 就是说 我们抛开 大部分中国人 买这种品牌车 什么保时捷什么的 它是有一种 炫耀的一种 一种 让别人来仰慕自己 崇拜自己的一种心态 但如果说 但很少有人 真正是因为 我就喜欢这个牌子 它的品牌文化 它的这个价值 我非常喜欢 还有它的这个车子 它的发动机 各方面 我很喜欢 其实我问了 大部分人 很多人都不会说 因为冲着这个东西 去买什么车子 很多人说 奔驰大标记 一个大力标 很牛逼 开出去很屌 一看就是有钱人 保时捷有钱人 现在你要学会什么 老病30岁左右 对吧 已经看透这一切了 就是 那就低调一点 就低调一点 弄一个别能 别能 别能看上去 蛮普通的一个 这种性能车 挺好的 字们给它铲掉 对吧 挺好的 别太惹 别太惹人眼 而且我那车 就是留着这个银色耳朵 对不对 也没有去 弄什么黑光泡 搞得太惹人眼 大家要明白 一定要不要太惹人眼 这是一种境界 一种心智的一种提升 心智的一种提升 不要太去惹人眼 不是一个好事情 还有一句话 就财不露白 懂吗 所以真正的 有些人 所以我最欣赏 我以前最欣赏什么 开大众灰腾的人 200多万的车 看上去跟个二三十万 趴到这个一样的 这种人我是真的佩服 我是真的欣赏 对不对 我原来认识一个温州的一个老板 他就开灰腾 但是他的盘子 十几个亿的盘子 是吧 所以说 这是有必要的 我们要一种内收 不要什么天人名字 什么AMG 这个很屌的 这个 开这个保时捷 墨尔收割机 有钱人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讲到美国这些事情 对不对 之前美国人也 他妈很招摇过世的 在海外 但是现在 他们很多人会装得 跟个乞丐一样的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说他 在明面的这个地方 他给你搞这种竞争法案 暗地里却是 挑动各个地方的黑社会 挑动各个地方的犯罪集团 来证据中国人使坏 来把中国人给黑掉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就是反华的一种情绪 反华的一种情绪 所以我们中国人 我们要学会 不要太惹那眼了 不要太惹那眼了 懂吗 所以说 我们再来看 这个西方 这些学者 我们拿一个法国的学者来讲 那么 说什么这个 袭击克里姆林宫的 一石三鸟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肯普夫将军 认为 乌伦基 袭击克里姆林宫 首先是象征性的 他对法国 飞加罗报分析说 乌克兰在这场 反侵略战争中的 基本战略之一 就是政治公关 从这一角度去看 这一事件 最大的意义 是他的象征意义 这位将军 似乎已经假设 乌伦基 攻击是乌方策动 他认为 无人机 攻击克里姆林宫 一石三鸟 涉及三大公众 乌克兰人 俄罗斯人 以及西方人 在战场相持不下下 乌克兰只掌握着 巴赫姆特 百分之二的地盘 百分之五的地盘 且在预计 大反共的前沿的背景下 刺激对于乌克兰人 具有极大的心理 平衡作用 对于俄罗斯 这件事的冲击是 俄罗斯人 你们在哪里都不安全 你们攻击基辅 我们可以攻击你们的权力中枢 克里姆林宫 特别是再过六天 俄罗斯将在红杉 举行盛大的 今天二战的阅兵仪式 这次打击给俄罗斯 重要的截止投下 挥之不去的阴影 对于西方公众 好像感觉上 这件事的总统差不多 一个多月没消息了 美国和欧洲媒体上 开始出现一些怀疑的论调 甚至开始怀疑反攻 因此这次打击 等于很小的代价 向世界宣告 我们在那里 我们有能力主动出击 如何解释 无能机居然能够 飞到克里姆林宫 专家认为 虽然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 戒备森严 但低空飞行的无能机 可以躲过所有领土防空系统 它们无法被远程系统探测到 短程系统也可以避开 只要有一点点技巧和运气 所以大家要知道 可萨人是最会脚底抹油的 他们就是36G走为上级 是刻到他们骨子里的 所以说你看 泽连斯基到芬兰 现在走到德国去 这边就发动了袭击 对不对 一个多月 在西方的报纸上 没有泽连斯基的消息了 赶紧搞一个大新闻 让你们知道 我还可以反攻 但是话又反过来说 事情的角度切入面 又反过来看 泽连斯基跑出国 就证明乌克兰真的 已经扛不住了 已经吃不消了 美欧的美欧的这个所谓的支持 实际上就是一坨屎 那么因为这边扛不住了 美国只有说 布林肯说 我到中国来访问 给你们一个小浪部 我到中国来访问 我交个投资状 可不可以 中美的航班恢复对等 12架航班每周 这是一个小浪部 一个他妈那个逼的 本身就是应该对等的一个事情 他说变成一个小浪部 可见美国多么没有诚意 一边在这里说 又跟中国谈 一边那边又是精神法案 一边又是煽动这些 犯罪组织 对中国人的这种犯罪 对中国人的这种虐杀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 跟美国绝对不可 这个跟他收出两端 必须要跟美国主力决战 跟美国主力决战 你看这个英国 还邀请中国的这个元首 副元首韩正 国家副主席 去这个英国访问去 对吧 所以你就能够知道 中国跟英国 即使对中国大放厥词 但是还是要维持 跟英国的关系 而这边大 特鲁多又在说 要驱逐中国外交官 说在威胁那些议员的 家园的安全 无中生有 他妈个比的 所以说我之前就说过 我们对付昂法 跟美国就是一定要逐立决战 他挑谁跟我们来调 我们都不要被他给牵制 就是对着你美国去 这个方法是对的 当中国联合起来 美国只有节节败退的份 被逐个击破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